冬天除了打火鍋之外 當然要吃一些暖粒粒的菜式 今天就教大家做一個超簡單的煲仔食譜 日式雜菜豬肉煲 相信沒什麼入廚經驗的你 都可以成功煮到 熱辣辣的豬肉煲 很快就完成了 馬上試一下什麼味道 菜式熟了鑑魚湯的味道 如果給我的碗白飯就吃一碗了 大家都快點試一下這個冬天簡易食譜